華府的臺灣人其實這邊有相關的動作 他們也希望能夠向國會請願 邀請蔡總統也能夠進入到華府 兩天內寄出上千封郵件請願 替蔡總統前進華府加把勁 即使出訪行程沒有聚陣 但起飛前要調整 真的有機會嗎 連AIT處長孫小雅都說 美國朝野挺臺共事前所未見 蔡總統三月二十九號中午出發 預計三十號過境 美國紐約待兩個晚上 四月一號飛抵瓜地馬拉 三號抵達貝里斯 五號回程過境美國洛杉磯 預料將見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並在雷根圖書館發表演說 七號反抵國門 而對於臺灣出現疑美論 孫小雅也直求對決 與其直接標記為假訊息 不如消除質疑 臺美關係友好升溫 總統議後首度出訪也備受關注